大家看到这几位小朋友他们做的事情跟童年龄很不一样 这是在宜兰县苏澳的吴维港水鸟保护区 一群小朋友他们顶着烈日弯腰重刀 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收成 因为他们重刀不是要给人吃的 而是为了要让下一波来过冬的候鸟前来觅食 在大太阳下一群小朋友卷起袖子拉起裤管 要来当小小农夫 不过可不是要重刀给人吃的 你知道这些羊鸟长大是我们要吃的还是给谁吃的 因为我们要吃的 因为我们是小鸟 你是不是要给谁吃的 这些鸟吃的 这片沼泽地是宜兰苏澳著名的吴维港水鸟保护区 每年到这里必动的候鸟就超过两百多种 秋天时燕鸭和绿鳩就会纷纷抵达 而一月份寒流来袭时青北山雀也会前来过冬 当地的保育人士趁着冬天来临之前播种 才能来的几位鸟 那平常这个地方燕鸭科非常的多 那我们想要了解 究竟这些燕鸭科它的食物是什么 好所以我们才做这个计划 除了是水鸟的气息地之外 这里还有许多台湾沼泽类的生苔动植物 像是这个泽蛙就是其中之一 嘴巴这边有羊婆婆的斑纹 就是嘴巴那个有纵斑 虽然把全身都沾满泥巴 不过小朋友一点也不在意 这堂插秧课为童年留下难忘的回忆 就像林医生林立成 宜兰自访报道